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 一切将会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当然啊兄弟们记得在正式服务 也使用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Hey兄弟 我是空武发 我是布莱恩 今天总一来到我们荒野乱斗 最后一部突发影片了 没错 这一次将为兄弟们讲解一下 全新的英雄克兰希 这里看上去这只可爱的小龙虾 它就是属于输出型的神话级角色来的 没错 但这里的说明讲到 其实原本并不是一个小龙虾 它在冒充这个甲壳动物 在这里生活下去 在满等的时候 可兰希的血量就来到6600点了 就算一个偏中等的血量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它的移动速度 每秒2.5个 跑起来也相当可爱的 不过速度就只不过是中等而已 这只小龙虾普攻就是发射出一颗小子弹 这个小子弹打中敌人 可以造成1600点的伤害 没错 它的子弹射程有7.6个 算是远程的攻击 而装弹速度就是2.2秒 算是慢的 克兰希特别的地方 就是每当它攻击打中敌人的时候 它就可以获得一个军牌 累积足够的军牌 就可以让它升阶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那在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克兰希就是属于一个第一阶段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普攻打出去 确实就只有一发子弹而已 当它累积了9个军牌 它就会升级成为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里面 它普攻射出去 将会有两颗子弹的 连续发射 也就是可以造成2段的1600点伤害 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这只小龙虾克兰希的输出能力 当它累积到15个军牌的时候 它就会进化成为第三阶段的克兰希 在这里它的攻击 将会出现对角式的方式 射出两个气弹 并且提高它整体的移动速度 那经过测试后 它来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移动速度就来到每秒3.1格 跟它之前的每秒2.5格来说 这个移速加成确实是提升非常多的 在这里克兰希看上去 相当像是奔腾不断的在升阶段 但是跟奔腾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它的军阶在一场游戏里面 只要升了它就一直在那边 并不会因为死掉要重新来过的 而且只要克兰希收集到足够的军牌 将会自动的进阶 不需要像奔腾那样 还需要再次点击大招来进行一个进阶的动作 那克兰希的大招 在这里就叫做怒涛攻势 克兰希的大招分为相当多个阶段的 那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克兰希大招打出去是一个扇形的方式 射程为5格 然后可以打出大量的子弹 每颗子弹可以对敌人造成1200点的伤害 它概念就有点像雪莉的散弹枪那样 靠得越近的话可以越多子弹命中敌人 那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它的射程就变得更远 在这里8个捏的敌人都会被它打中 当克兰希来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大招伤害就来了大幅的提升 从1200点变成1800点 再加上如果你是贴着敌人来开启大招的话 这伤害之间爆炸 可以看出来打金库它应该也是相当的给力 克兰希第一个武装配件 战功赫赫 在5秒内可以让克兰希获得的军牌数量加倍的 也就是说可以让克兰希更快速的升阶段 而来到它的第二个武装配件 转移阵地 在这里它就会发起一个冲刺 并且为自己填充一颗子弹 克兰希的第一个能力之星 战场劳兵 可以让克兰希的对战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拥有三个军牌 至少有三个军牌 就可以让他相当容易升级到二阶 让他打人更加痛一点 克兰希的第二个能力之星 你战养战 每当克兰希记载敌方英雄的时候 就会立即填满弹药 算是非常凶猛的一个能力之星 没错如果是对方有很多脆皮的话 他就可以一个一个杀着去 完全不用担心子弹被用完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克兰希的新造型 绝命赌徒 这里非常帅气的小龙虾 在脖子上直接挂上了一些扑克牌 主要就是外观上面的改变 这款造型是没有特效的 那兄弟们如果非常喜欢 这个小龙虾新英雄克兰希的话 就必须在他推出的时候 立即把他的专精练满 只要把他的专精练满 就可以解锁虾兵蟹这样的玩家称号 没错这个称号我非常喜欢 感觉可以努力一下 那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该为兄弟们分享 关心英雄克兰希的小资讯啦 没错那我们就在下部影片 再跟兄弟们见面吧 拜拜 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啊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 将会在每逢一三五 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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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